进行共变数分析之前,要先检定回归线是否具有同质性 在分析当中一般线性模式,选择单变量 自变数是药物,一变数是治疗后的细菌数 治疗前的细菌数是共变量 接着在模型当中选择自定 首先将第一个变数点选到右边 接着第二个变数 接着同时选择两个变数到右边 按继续之后,点选确定 接着开始进行共变数分析 同样在分析当中的一般线性模式单变量 首先将模式改为完全因子设计 接着点选续,在选项当中勾选叙数统计 效果大小估计值及同质性检定 整体检验如果显著之后,要进行事后比较 将因子点选到显示平均数当中 勾选比较主效果 使用Bomferroni法进行调整 再点选继续 按确定 完成分析 完成分析